上回说道 一心想出人投地的年庚瑶 带着五百亲兵桥装打扮 日夜奸城赶往江夏镇 而此时 刘八女也已经被释放回江夏镇 一堆妻妾哭着喊着 欢呼着扑面而来 随同而来的 还有太子心腹黄体人 黄体人看到比紫禁城还客气的大宅子 仨舌不已 这对多少银子堆出来的富贵 含蓄过后 黄体人直入主题 直接交给任伯安太子的亲笔迷信 任伯安看后大为感动 一阵感慨怎么当年就投到了九爷门下 却有眼无珠 不知太子才是仁德之主 这百官行术 是我在吏部花了十年的功夫建立的当策 祖族有四大乡啊 藏在哪儿呢 就在京里 最后两人商议敲定 准备明日一起进京将百官行术进献太子 至于为什么不是即可动身 主要是任伯安看出黄体人这老小子竟然是同道中人 是个老色配 这位是淮安营 驻防江夏的千总阮毕大 阮大人 自己人 其实从用兵的角度来说 这是一场艰巨的任务 江夏镇经营多年装丁团不在少数 何况这一次任不安为了以防万一 还请来了淮和营的千总护卫 所以您耕摇和月中旗打算来个兵不厌诈 四海之那些兄弟 您不就是想弄点钱给弟兄们吗 您有多少弟兄 能搬动多少 我就给您多少 这总行了吧 三万两银子 足够了吧 你他们说得到清酒 三万两银子 就是一千八百斤 叫我们怎么搬 任伯安听着话查 心里顿时有了底气 一千八百斤银子都搬不动 这也没有多少人 果然一会儿的功夫 四面八方围拢而来的庄丁淮安营的兵士 其实这就是年耕摇故意让任伯安听出破绽 以为他们只是人数不多的土匪 就凭淮安营的上百号官兵可以轻松解决 果然没有一人打算逃离此处 就这样年耕摇一个眼神过去 月中旗发出信号 潜伏在门外的五百官兵一起杀出 年耕摇 听到了吧 这是四川的年军们 你们是哪一赢的 还不过来参见 阮千总 他们这是官军半道行劫 快吓了他们的家伙 哎呦 年耕摇在摘下脸上黑怕那一刻 已经做了斩尽杀绝的决心 拿出刑部十三爷千法的手艺 以刑部之名弹压淮安营士兵缴线 在月中旗严刑拷打下 任伯安被迫交出了百官刑术所在档铺的档票 接着月中旗更是使用虎肉剂 加一把武器交还给在场的官兵 制造他们拒捕的假象 这让他们带来的亲兵杀起人来毫无孤力 就这样整个江夏镇被年耕摇以聚众谋反 抗拒朝廷等理由屠杀殆尽 其实在原著小说里面也有说到 年耕摇这个魔王在远汉仪杂处之地 经常做出涂装取材之事 烟红的火燃起来 大院里一片惨豪 犀利的令人毛骨悚然 灰烟弥漫中一阵阵烧焦皮肉的糊臭味 浓烈的向人 连一声害人枪命的任伯安也虎得目瞪口呆 年耕摇这是要把庄子上的几百万财宝据为己有 他深知只有被银子喂饱的士兵 才会死心塌地地跟着他 这都是他日后起家的本钱 弟兄们绞贼有功 回死伤后 没人赏五百两银子 今天晚上的事 有谁说了这里的一个字 就杀了他的全家 听到了吗 是 同伯 你带着他们压着这些东西回四川 是 敬畏亲兵 随我连夜进京 一夜之间 血洗江夏镇的消息便从十四爷的兵部传了出来 九爷心疼那七百多万银子 而八爷却想的是百官刑术 十四爷答应他一定会查出真凶 漂亮 但要以官兵被杀的名义去查 知道吗 四爷这边宁庚姚这次不但带回了百官刑术 而且还有意外收获 那就是太子给任伯安的密信 四爷因其屠镇虽有怒意但没有身责 再加上十三爷的求情 这差一事啊 要来就难当 亮功呢 他也没有想到 任伯安会勾结淮营的官兵拒捕 可不管怎么说 他这一次还是攻打一过 四爷和十三爷没有看透年耕摇的小心思 但报告乌先生他是瞒不住的 这一次我和十三爷就把这个担子担起来了 你先到后院去走走 见见附近 也见见你妹子 吴先生 这事你怎么说 年耕摇这笔财 发的不小啊 好个奴才 这事他居然一个字也没说 新年期间剪辑有点乱请单单 最后祝各位新年快乐